自身女星陈玉蓉 过去经常演出戏说台湾蓝色水玲珑等 是类戏剧的熟悉面孔 尤其又以恶婆婆一角伸直人心 精湛的演技甚至引来路人阿妈太 入戏对她咆哮 她也和高群一起主持节目 偶尔出现在荧光幕前 近日她爆料自己确诊癌亡 这两年都在低调抗癌中 消息一出也引起外界错愕 据三立新闻报道 陈玉蓉透露 二年前身体开始有异状 不只会恶心拉肚子 甚至从肋骨底下痛到背部 原以为只是肠胃炎 没想到跑了多间医院 最终在肠胃科做腹部超音波被医生诊断出 她胰脏有问题 后来转到三种被确诊是罹患胰脏癌 幸幸的是她及时发现 目前约是零到一期 医生也直呼不可思议 很多人一发现都是末期 像她这种情况 大约一万名患者里面才有一个 陈玉蓉透露 肿瘤的大小目前是2.8公分 一旦超过3公分就必须立即手术 她目前正在接受评估一种最新型的放疗 这是一种比较没有侵入性的方法 她除了西医也接受中医治疗 希望能中西合并抗癌 目前需要每三个月接受核磁共振追踪 她坦言先前曾因为打咸影剂大过敏 全身血管发炎 只能用痛苦预生来形容 其实她先前才透露心脏有素级 有一根冠状动脉阻塞55% 目前也是先采取观察 每三个月追踪病情 如今身体平亮红灯 也让她感叹不太感接太多戏 戏的酬劳也总是被砍 只能怪大环境不景气 也让她很珍惜每一次演出机会 低调的她 李哀这件事并未太多人之情 就连搭档高群都被瞒在鼓里 现在她除了积极对抗疾病 也投资股票和房地产 如今她也决定开心过好每一天 给各位材料找美好 自己的带来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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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法